在香港中文大學二號橋 在前年2019年11月 發生一宗激烈衝突 事後多人被捕 其中五名是中大男女學生 經過先前審判後 全部裁定暴動罪成 原本在區域法院的案件 今天至昨天是2021年10月19日 疑似到了西港龍法院判刑 區域法院的站委法官張潔儀判刑時說 暴動是屬嚴重罪行 法庭必須對犯罪支持者當頭摸渴 否則社會將會付出尋重代價 判各被告入獄四年九個月 和四年十一個月 四男一女 分別是劉俊毓 傅凱晴 高子斌 陳力昔 和許智端 告他們在2019年11月11日 在香港中文大學蔡卯會研究生宿舍 在一座附近的二號橋和懷緩東路 參加參與暴動 大家記得當時這些暴徒 將雜物扔到吐露港公路 文外知吐露港公路 對香港來說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書樓公路 他在那裡扔東西到公路上 隨時造成人命或嚴重受傷的情況 一路對峙 和警方對峙一段時間 當時中文大學的校長 亦曾經親身想化解這個情況 但當然無攻而退 因為他一邊化解 另一邊他後面的暴徒學生 向警方挑釁 這件事當時我已報告過 現在其中一個女被告 她有一個叫陳情 完全不知自己犯了甚麼事 我先讀一讀她的陳情 然後我講講到底這個人坐在哪裡 她的那個就是附愛晴 她的陳情信傳聞如下 她說法官大人 首先表示我無意以這封信 求情信來駁取法官閣下的憐憫 在還押期間 法官向我索取背景報告時 我坦然對自己行為並沒有後悔 亦沒有說話要向法官閣下求情 因為我並不認同法例本身 亦不覺得自己有做錯的地方 簡單而言 我不認為這是合理的判決 完全不知錯 對社會造成破壞 而可能危害當時駕駛的人士 當然她被控的是暴動罪 但為何會被暴動罪 因為大家想想當時的情況 我繼續讀她的信 在某部份人的眼中 示威者犯法就是犯法 就是要負責 這當然 但她不聽同 有些人亦可能認為 法庭的裁決 證明示威者的行為是錯誤的 是徒勞無功的 但我認為權威並不代表正確 權威不代表正確 但她起碼沒有了 用自己的標準 兩筆是你所做的事 對別人的傷害 在破壞了社會的秩序之餘 仍然未知自己坐在哪 她繼續說 首先香港現在的法律並非由人民共同認可 社會並沒有空間討論議行法律的合理與否 這個亦不對 因為這些法律很多時在英政府時代 而法律的審定 亦不是每一個市民都有機會去討論 譬如有些法律已經審定了很長時期 當時你可能還未出生 那些法律在就在 所以不可以說沒有討論過 當法律定立的時候 一般來說 經過這麼多年的實施 如果是有問題的話 在香港普通法律的情況之下 已經有案例將法律推翻 所以這完全不是理由 其次暴動條例的定義本來模糊不清 以便政權靈活解釋和操控 現在告她的暴動 我們看到她利用暴力方法 企圖推翻政府 這個絕對在任何國家都是一個嚴重罪行 2019年後暴動案件急升 法庭因時而重新寸逆 暴動定義 令更多行為別列為法律不認可行為 從而令更多人入獄 令政權得以打壓異見者 完全是偏見 香港的執法 用的法律是普通法 有律師 有被告的辯護律師 可以著情變更 至於是極權政府 極權下的法律 只是政權用以規範人民行為 的不留血暴力手段 而法庭也不過是一個 不是顯張公義的地方 這類只會留要表面地關注社會秩序 並不會著眼社會撕裂的根本原因 社會撕裂的根本原因就是有很多蠢材 就像這個所謂的中大學生 完全不明白 就是可以 己所不育 密施於人 在二號橋上所作所為 其實4年011個月已經判刊了 而政治有不滿意可以通過政治途徑去尋求 而果然不需要掃以暴力 繼續就是 當政治案件刑罰日益加重 有些被告會選擇認罪 或向法官求情以減輕刑期 但或許並不代表貪圍認同 現行法類具有道德正當性 那有沒有道德正案社 也不是有罪犯是決定的 道德正案社是由市民大眾決定的 法官閣下可能會指出 若不滿閣下裁決 但可以申請上訴 然而一本人已不再相信香港的司法制度 在高級的法庭也不見得會聆聽意見者的聲音 意見者的聲音 是意見者的聲音 你可以說 但是仍然一句說話 不可以用暴力 而你們用暴力 這是罰你的暴力 而不是罰你的政治意見 我知道今晚值此機會表達我的不滿 如果法庭聽不本人以上的言論 認為可以用重判認識 令本人從而後悔反省 那便是釋趣專辯 說完之後 我覺得更加對待他 不要讓他輕 希望時間能夠磨練到一個人 使他明白做人要顧己盯人 不能用暴力 暴力不能解決任何問題 有意見